车子翻到下面了 整个翻过去这是哪里啊 白色轿车四轮朝天翻到户篮外 民众拿手机录影惊呼连连 24号晚间7点多 国道3号南向18公里处 大约是福德碎刀前 白色轿车直行却慢慢往右偏 当驾驶发现不对劲 方向盘已经拉不回来 连人带车翻了过去 冒出阵阵白烟 警销赶底现场 紧急将车内两名伤者救出来 一男一女手脚被剥离刺伤 警方出不调查 女驾驶疑似疲劳上路 工程是开车开到睡着了 女驾驶当时开在高速路路 却在下班尖峰时间 一个不小心开车开到睡着 都还没有开进隧道 就在外头翻出护栏 警方调查车内一对情侣党 从宜兰出发 年约20岁的女驾驶开车 预计要前往新北市永和 没想到开了一个多小时 就在南港往木栅路段发生 翻车事故还一度造成涌色 天气有点这个不太理想吧 然后当然可能下班时间一塞 就会容易造成疲劳 所以我觉得也是班的有点夸张 有医师曾经分析睡不到五个小时的驾驶 反应速度判断力注意力都会下降 车后风险增加两倍 国道警察统计从去年初截至今年三月 高速公路疲劳驾驶 酿成104起事故造成25人受伤 新北警方针对一般道路也有统计 一年多来210起事故超过250人受伤 睡眠不足容易打瞌睡 一不小心偏离车道酿成意外 切记睡保再上路 别等发生车祸才醒过来 一切都太迟了 提名黄玉姐 泰坡总统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